你知道变色龙为何要变色 那你又知道它是如何变色的 在我们的意识中 一般认为变色龙变色只是为了伪装 其实远没有这样简单 事实上 当变色龙放松时 它们大都是绿色的 自然地融入了森林中 有时候 它们甚至通过跳舞来模仿树叶摇 当与同伴交流时 通过改变颜色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就像人类用语言交流一样 当怀孕或求爱时 变色龙会通过颜色变化 向外界展示自己的身份 当它们感受到威胁时 此时身上会发出警告的颜色变化 它们的皮肤颜色变化越快 就证明越兴奋 变色龙是冷血动物 不能调节自身的体温 但是 它们可以用肤色改变体温 当变色龙感到热时 它们会变得苍白 当它们感到冷时 它们会变得黑暗 那你又知道 它是如何变色的 变色的原理是什么 一般人认为变色龙 通过细胞中扩散色素 来改变颜色 但事实要复杂得多 在它们的皮肤下面 有一层称为红膜细胞的细胞 这些细胞含有微小的 纳米级岩晶体 它们只有130纳米宽 不到人类头发宽度的1% 晶体排列成三维晶格 当光撞击晶格时 它会破碎成不同的波长 有些被吸收 有些被反弹 结果呈现绿色 红色或蓝色 大闪蝶的翅膀 也有类似的结构 它能反射出绚丽的蓝色色调 非常的魅惑 但与大闪蝶不同的是 变色龙可以拉伸或收缩金格 从而移动晶体之间的距离 我们看到的这些光点 每一个都是晶体阵列 无数晶体阵列 距离发生变化时 晶体会反射不同波长的光 结果就会产生不同的色彩变化 科学家通过研究变色龙的变色原理 制作出相关的合成材料 不过这种合成材料 只有一层纳米级阵列 真正变色龙皮肤中的眼睛体 会堆叠成好几层 因此 仿制变色龙皮肤材料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 变色龙是动物王国中 最丰富多彩 最复杂的变色动物 它们产生的颜色 甚至人眼都看不到 它的特性吸引着科学家的关注 也为人类研制仿生材料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